晚上九点 向你们好 你是否也曾发现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 难免会有争吵 因为孩子 因为父母 甚至因为挤牙膏的方式 有时候你会发现 越是在意的人 你越容易和他争吵 因为你太在意了 所谓的真感情 不是一辈子不吵架 而是吵完了 还能过一辈子 两个人的相处 不可能总是风平浪静 难免有磕磕碰碰 两个人的世界里 也不可能一直亲近我我 难免有一点相左 越是在乎 就越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 稍微有一点不满意 就会气愤不已 越是看重 就越是计较对方的一言一行 略微带有敷衍 就会有感伤在心中 矛盾 是因为自己的想法 对方都不懂 生气 是因为自己的心情 对方都不明 吵架是当时脑子一热 脱口而出的狠话 给予对方 最致命的痛 分手 是那会儿 正在气头上 丧失理智地表达 击中对方要害的痛 于是冷战了 谁也不着谁 其实是很无奈 总想凭借着有人冲 就等待对方主动地去哄 于是沉默了 谁也不理谁 其实是很难过 很不想失去对方 又不知道如何去和解 不是不想和好 而是骄傲者 不肯联络 不是不想修复 而是倔强着 不肯认输 不是不想彼此 而是矜持着 不肯低头 最终还是谁也忍不住了 谁都开始想念了 因为谁都习惯了有谁 最后还是熬不起了 谁都想要妥协了 因为到底睡 也离不开睡 愿意放下了骄傲 主动说话的人 是最舍不得你的人 愿意换合了个性 处处迁就你的人 是最想珍惜你的人 所谓真感情 不是一辈子不争吵 而是争吵了 还能一辈子 争吵不可怕 可怕的是 争吵完了之后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矛盾反而越来越大 有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 整个输赢高低 其实往往最先闭嘴的 那一个 就是对对方 最好的尊重和理解了 有的人 吵完就散了 而有的人 吵完了 还能过一辈子 感谢你的收听 答案 是那一段前场 尝你到心上 打开我的想象 带我去荡漾 莫问多少前方 有多少飞躲和流畅 今夜只去你 今夜只去你 梦想 是那一段前场 尝你到心上 打开我的想象 带我去荡漾 莫问多少前方 有多少飞躲和流畅 今夜只去你 梦想 我去荡漾 我去死 我去荡山 我去荡山 不是污山 不均荡山 你 我去荡山 我去荡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